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上星期六应该是4月26号 25年前426社论人民日报 这件事情等于把当时八九六四期间的 当时学生运动给定性了 定成反革命了 在当时来讲影响非常大 在这件事情触发了当时在北京城 大概二三十万人出来上街游行 演发成后来的一连串的事情 镇压学生 镇压老百姓 镇压北京人 把这些人视为反革命 25年之后 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习近平反贪反腐 杀掉了这么多官 都是在当年他们要革命 他们要革老百姓的命 基础上走到今天 被杀的那些官 都是在25年前杀掉学生之后 逐步逐步上来 25年前杀掉那些学生之后 江泽民掌控权力的 你说 我问大家伙 今天对共产党抱有希望的人 要不然你就是胆小如鼠 要不然你就是苟且偷生 要不然你就是通流合污 但没有那样的25年前的做法 就没有后来的整个中共的机构 整个中共的方向 没有后来的机构 没有后来的方向 没有江泽民整个掌控 把他以买女人的方式 把整个中共的结构 从上至下 都是被买的女人 和买女人的嫖客的状态 走到了今天 也就不会有你今天赚钱的 现实的状况 所以都是那些钱都带着血来 那今天我一直说 习近平的反腐 已经不是正常的反腐了 就在横着扫了 有关习近平的最近两篇的讲话 第一篇讲话这么说的 敏感时期 习近平强调铜墙铁壁是反恐 26号 25年前 人民日报社论的时候 北京再次强调 大力反恐和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那现在说这个 跟那个当初说的 25年前那个 我们不知道中间有什么类同点 有什么不同点 但是他的父亲习仲勋 25年前离开了北京城 因为他反对 当时的人民日报社 在4月26号的那样的说法 把学生定为反革命分子的概念 习近平说 中国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面临的 威胁和挑战增多 他要求各部门保持 严打高压姿态 筑起铜墙铁壁 使暴力恐怖分子成为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 这些话在我的眼睛里就变成了话里有话 这些话既可以对外也可以对内 对吧 那如果中共的最高层过去的时间里 军委的副主席都被拿下 军委的总参的这个总后勤部的副部长都被拿下 因为他们贪腐了太多的 如果是这个概念的话 对外你还打什么仗 对外打什么仗 我的言外之意 那个军费被层层扒皮装到了个人兜里头 拿着枪 我们这武器老厉害了 啥东西 连他自个儿都不知道 真的 连他自个儿都不知道 就像这马航370是 上头有二十多个铁嘎的 中国造的 在找这条船 下面有舰梯支 有民用船支 有这个什么破兵船 什么都用上 最后我印象中很挺深的 拿一个什么声纳装置 然后能根杆子 在水大海洋上 去找那个370 那是中国人照的照片 你说对外反什么孔 打什么仗 对吧 这是我想跟大家分明的 钱有的是 但为什么是这么个做法 为什么钱都流到那兜里去了 所以任何名义的出现 都是今天不有权利的人 可以把钱装在兜里的机会 任何国家的发展的概念 都是把钱装到兜里的机会 那这里面提到的 国家安全跟社会安定的概念 我个人以为 是今天主政的人 遇到了他自己心里清楚 正在遭遇着某种 他无法控制的局面 我一直跟大家讲 有些因素是今天主政的人 是无力控制的 所以他必须在社会层面 有所交代的时候 来迎接那无法控制的场面 说得越多 他强调的越厉害 这无法控制的场面走得越近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了 那大多人是从这个宗教问题 从这个民族问题的角度 去分析这个习近平的说法 我个人觉得呢 这是人们习惯的说法 但是今天我个人以为 他所提到的问题 可能远远超越这些 5,000 years of Chinese music and dance 那在26号之前 习近平有了另外一个讲话 当时是这么讲的 媒体报习近平告诫秘书的讲话 引人注目 习近平提醒领导秘书 不要虎假虎威 假公祭祀的讲话 发表在中共在高层反腐 许多秘书出身的官员 纷纷落马的时候 特别引人注目 既告诫现在的 现在的这些秘书 也在向外界表明 在过去的时间里面 可能整个出事的状况 让他意识到 抬轿子的比坐轿子的更可恨 那周永康的几乎 被周永康被披露出来的过程当中 几乎是把他历任的秘书 都给干掉了 而他最后一任秘书的 应该是妹夫 被自杀了在北京城 没看到那个人被抓 但是看到他妹夫 在北京的金融街 被自杀了 那这就是我自己认为 是他既对未来的 现任的秘书说法 又对过去已经被抓的 官员的某些事情的 一种表白 一种向外界表达某种意思 这种向外界表达某种意思的 是中共上层的这些当官的人 他们自己知道习近平在针对什么 在说 而对外老百姓 只不过从我们现有的资料当中去说 所以不同的人对这件事情会有不同的反响 所以作为习近平而言 这句话 与其说对外说 不如说是对内中共高层的官员在说话 人民日报 今日刊发了习近平 题为秘书工作的风范 与地线办公室干部谈心的文章 习近平提到 秘书不能以为机关牌子大 领导靠山印就有所依仗 有耻无恐 更不能滥用领导和办公室的名义 谋取个人私利 那作为习近平自己 他是耿彪的秘书 在军队的时候就是 所以他自己就是秘书出身 那我自己的体会就是 没有独裁的中共的体制 就不会有这种事情出现 有独裁的体制 官罢一方 一个权力者 必然有拍马屁的 秘书不给当官的拍舒服 这个秘书就死了 原因是这个官 代表着党和国家的概念 这个官拥有着生杀大权 这个官的权力 连一个破城管 都可以把链摊的打死 那如果作为一个省部级高官 他的秘书能有半点差错吗 不可能 能靠你今天的说法 就能给遏制住吗 不可能 按照你今天的说法 在执行的过程中 会杀掉那些不懂事物 没给领导伺候舒服的秘书 换上别的人 用你今天习近平这句话 在这个体制之下 会当官的人 一定会用你的话 来达到他的目的 杀了那个人 是你说的 不是我当官说的 体制不改变 这个体制上面握有最高权力的人 会被这个体制吞噬掉 我跟大家讲过 这个反腐只要往下走 只要他维护这个体制 最后今天反腐的人 将成为今天被打下的那些人 整体在未来时间里面 被反掉的最主要的目标 不信你就走着瞧 东方日报 今天报了一个消息 徐才厚郭伯雄 没有列到军方的悼念之中的名单 最近中共前军委副主席 徐才厚郭伯雄的贪腐传闻 吵闹得非常火热 在前福州军区副政委 王子老将军 近日去世之后的悼念的名单当中 竟然没有徐才厚郭伯雄的名字 显得极不寻常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而王子自己呢 是军区副政委 是在福州的 直接按照共产党的话 直接面对台湾最前线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说明这个郭伯雄 徐才厚确实出事 与此同时 另外一个非常斗嗝的消息 法广报道 退休常委频频露面 贾庆林也来凑热闹 根据国营企业东风汽车的网站 贾庆林在上个月 三月份曾经参观过 湖北当地的一家汽车厂 那是在香阳和石砚的厂房 一个月前的消息 一个月之后给出来了 那贾庆林去露面 那说明今天的习近平 王岐山的反腐 杀到了原来政治局常委的层面 贾庆林这个露面是不该的 而他要露面 说明他无助了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